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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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接连有旧楼外长嵐石市 击中途径或停泊的车 目前全港有7000多座楼宇 被屋宇署发出强制验楼通知书 但其中超过五成个案还未验楼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要加强执法 全哥在北角春阳街埋冰鲜肉 4月中他就看到这个情况 黄先生住在嵐石市的北角仁德大厦 近日接连有旧楼外长石市堕塔 令他更加担心 我都是借同花店 搞定了 这些东西正快搞定了 你引领关天 这个不要透透 屋宇署早在2021年已经向仁德大厦发出外长收集令 去年再发出验楼验窗令 但是翻查屋宇署的资料 大厦仍然未展开工程 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就说 一直等着事件局的楼宇更新之助 事件局资料显示 三城大厦获发通知书后超过一年 仍然未展开厌楼和维修工程 由立法会议员认为 事件局有必要加快审批资助流程 过了半年都未批到这个资助 变成拖延了这个翻新的工程 所以若然这些资助 这些审批的程序可以缩减的话 是会有大大的帮助 他建议政府可以先为部分旧楼电资维修 再追讨业主欠款 如果业主有心拖延 就应该加强执法 无线电视记者黎维珊报道 日后扔垃圾需要用收费的指定垃圾袋 原本年底失衡 政府决定推迟去到明年4月 或因为挨连近晚多人大数据 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 礼拜五将会讨论垃圾征费相关立法 政府多年来提倡污染者自负的原则 为了改变市民以为扔垃圾 不用成本的观念 提出按量收费 推动各界改变习惯 减少制造垃圾和分类回收 原定年底开始 市民要用不同大小 收费由三毛指去到11元的指定胶袋 弃置家居垃圾 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借展环最新说 将会延迟去到明年4月1日才实施 他解释近期收到不少的意见 说年底正值圣诞和接近农历新年 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认同理据所以决定延迟 提出过类似建议的清洁业界就说 高庆政府理解前线的情况 可能交换礼物、大素材、装修 工作量比平时多了两三成 但是我们有很多工人 他们都会农历新年 会放大假回乡下一个年 我们一般来说 都是有三成左右的工人 会回乡过年 变成没有了正常人手的一半 我们又要去处理 另外再处理垃圾收费的新工序 我们真的应付不了 有环保组织表示失望 一再是说将他的承诺 在市民的信心中丧失了 政府不是真的很严谨这件事 政府不是真的很想推 所以这个发来出来的对市民的 原有的積極性是减弱了 是定不理想的 另外政府找承办商制作指定的垃圾袋 早前因为标书开架太贵 而未能够成事 借指民说从新招标之后 部分价钱便宜了超过一半 相信承办商仍然有能力 提供足够数量的垃圾袋 垃圾征费实施之后 会设有半年的适应期 初期会向公屋、三眸大厦 和乡郊的村屋批发指定垃圾袋 适应期内 执法人员会警告维利人士 之后维利就可能会被罚款1500元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谦 基管局举行香港国际机场 25周年庆祝就会 行政长官尼嘉超致辞的时候说 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下 目标将香港发展成 区内国际航空树楼中心 用大湾区做主要市场 基管局主席苏泽光就说 年初至今客流量已经恢复六成 对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下 我们将开放总体了 保持上海洋航空树 和建议 公装树 我们将建议将其内部的领域 建议将其内部的领域 地区的领域 是我们将近代部的领域 建议将其内部的领域 建议将其内部领域 成为将其内部领域 在建议将其内部领域 工程度上 将其内部领域 成为将其内部领域 成为5成为了 能够到成为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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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運航空 上午免費派發超過2萬張機票 先到先得 活動是由香港國際機場贊助 香港法運會派超過2萬1千張 前往19個亞洲航點的機票 但不包括稅項、付加費和任何其他費用 市民星期二上午10時半起 可以到指定網站 選擇目的地和旅遊日期 搜尋相關航班 免費機票旅遊期限 由8月1日到明年的5月31日 旅客需要在2024年5月31日完成旅程 參加者必須年滿12歲 香港國際機場早前宣布 分階段向主要市場的旅客送出50萬張機票 響應政府利好香港宣傳活動 雪兒天氣警告生效 昨天多區錄得34度以上的高溫 其中上水更加錄得37.5度 不過黃色工作暑熱指數 在高溫之下只維持了1小時 有市民認為太短 7月學生開始放暑假 亦都代表本港搭入炎熱 陽光普照 萬里無雲 不少人都準備了擋太陽的工具 消暑食品又怎能少得呢 天文台說高空反氣旋 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 市區多區都錄得35度以上 包括跑馬地 張君澳 元朗公園更加高達36.3度 上水更加錄得37.5度 很辛苦 比較煩臭 好像很臭 身體不舒服 今年是熱很多 好像又比較早些 好像上個月開始已經是30多度 而且今年白風都40多度 高溫之下在戶外的打工仔感受最深 工人都要遮蔭 休息 黃色工作暑月指數中午1點生效 但是維持一個小時後就取消 當時部分地區 例如西貢和上水等等 只錄得35度以上高溫 馬路都會熱一點 都喝多一點水 都是重量休息多一點 工人做的很辛苦 就曬著 這邊現在好一點 沒有太陽 其他地方有太陽就辛苦 好像今天來說 一個小時我覺得是不夠的 因為如果真的算熱的話 其實由上午10時開始已經是很熱 如果真的有心比的話 就不會比那麼少 在馬上半天 不過市民或者多捱幾天就可以沒有那麼熱 天文台說一個廣闊低壓區 預料下週初開始 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不穩定天氣 我們都遇到下週中至初期 其實陽光會慢慢減少 暫時來說那邊就大 我們在我們9天預報都見到 其實去到下週中期 星期二星期三 我們都會給到簡直有趨雨 趨雨未到 天文台就提醒市民要慎防中暑 或者酷熱引起不息 亦都避免長時間在陽光下曝曬 無線飾機就在流轉欲不到 前有四個鎮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聞時間 先看財經消息 美國股市個別發展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連跌三個交易日後回穩 標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斯特克指數就反覆上落 杜瓊斯最新報33906點升171點 標普500指數報4402點升3點 美國上月消費物價和生產物價數據 將會在今個星期稍後公佈 企業業績期 亦都會在今個星期稍後展開 投資者入市轉催審辰 美股缺乏方向 市場估計 美國上月消費物價按年比較升幅 由5月份的4% 收窄去到3.1% 仍然高過2%目標 開始道指跌29點 期後轉升 曾經升223點 主要股份類別個別發展 其中通訊服務股有較大股壓 工業股就有買盤 歐洲股市 工作重點包括改善使用 在全港成立夜間滅鼠隊等等 加強滅鼠 本台日前報道 今個年度政府防止重鼠預算開支高達近8億 比5年前增加近四成 粗略計算近年捉一隻老鼠平均要過萬元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發表網誌回顧上任一年 說加強阻止鼠滅鼠 包括廣泛應用T型鼠尼盒和酒精捕鼠器 食環署去年7月至今年5月 一共捕獲52,200隻老鼠 較之前一個年度同期3萬3千隻 多了5成8 說會持之以行 目標今年底將鼠患主要黑點至少減半 另一項重點 去年年底調整塑膠救物袋收費計劃 每個膠袋收費由5毫加至1元 並收緊豁免情況 例如冷凍食品 非器物包裝食品 好像合裝雞蛋、合裝水果等等 要付錢賣膠袋 就算平口袋也要至少付1元 謝展環說 超市和便利店派膠袋量跌超過六成 連鎖超市的平口袋更派小超過八成 環境衛生方面 謝展環說打擊衛生黑點沒有半點鬆懈 去年10月起 食環署和警方 已經採取過千次行動 阻加情況有改善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報報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 獲教中作星做書機 成為第四位來自香港的書機 他期待本港社會能够復和 作星書機的任命公佈只有一天 周守仁在堅道主教助堂外見等候的傳媒 說事前不知道任命 周守仁在堅道說是否聽錯話之類 但anyway其實都是 心情是覺得是 有些 不是很相信是 但還是覺得是有一個責任感 一個新的使命 是上主席著教宗委派出來的使命 就是這個感覺 周守仁4月曾經應天主教 北京教區主教李山邀請 去到北京教區訪問5天 是回歸以來 第一位訪經的 在任香港教區主教 會否和凡帝哥反映一下 在香港的眼內 有個政治的宗教狀況 其實凡帝哥是知道的 他們的回應 他都會有 他要有不方便的 不同地方去做 不是一定要很公開去做的 周守仁3年前接受傳媒訪問 提到六四事件之後 才發現有香港人 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而近年社會冒起港獨思潮 他公開說港獨犯法 但需要理解背後原因 說一旦地下化 教育者不能夠和學生 傾談引導思考 隨著社會逐步復和 他建議寬宏處理示威者 我希望有更多修和 和給年輕人更多的希望 特別是犯過事那些 都有他們的前途 都覺得很重要 讓香港人有機會 休息一下修和 平靜下來 這個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這個當然有很多方面要配合 周守仁1959年生於香港 香港華隱書院畢業 立志成為神父 去到美國升讀大學 接觸神學之後 1988年回香港 曾經在武校 和九龍華隱書院任教 教廷過去任命 三位來自香港的書記 分別是胡振中 陳逸君和湯漢 周守仁成為書記之後 將會有資格參與投選下任教宗 武士認識記者 劉鑽玉部隊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 明年8月退休 立法會將會進行公開招評 陳維安感謝秘書處團隊 過去十一年合作解決問題 能夠一一解決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包括大樓擴建的工作 以及我們繼續進一步 推動議會的善用科技 立法會主席梁君健就讚揚陳維安 由2012年加入立法會之後 揭成服務議會 在逆境時後堅守崗位 黑進幾任 帶領秘書處克服重重困難 立法會行管會 將會按照秘書處的規定 依照程序進行公開 以及內部招評 也會委任顧問公司 協助挑選合適人選 填補空缺 接著有世界觀 歡迎收看世界觀 美國計劃向烏克蘭提供被稱為 戰豪殺手架集束彈 大可能威脅平民安全 全球超過120個國家同意禁用集束彈 為何拜登政府無視多國反對 堅持提供這種大殺傷力炸彈 俄烏戰士爆發至今超過500天 雙方仍然處於膠著狀態 回顧去年3月初 即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一星期之後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 曾經批評俄軍運送 備受爭議的集束彈 美國白宮上星期五宣布 再為烏克蘭提供8億美元軍事援助 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是 總統拜登批准向烏克蘭轉讓集束彈 所謂集束彈就是先發射一枚炸彈 或者榴彈炮 當達到預定高度就會自動打開 在半空釋放幾十或者幾百個迷你炸彈 在接觸地面之後 引發連串爆炸 攻擊範圍較大 雖然集束彈有助對付在戰豪的敵軍 大部分迷你炸彈可能失靈 或者落在濕遠的土地就不會引爆 變成啞彈 或者另類地雷 可能在幾十年之後 仍然威脅到平民安全 法國傳媒報道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月戰期間 美軍試圖攻擊越共基地 繼而向柬埔寨和老窩一共投下幾百萬枚炸彈 累計大約二萬個柬埔寨人 因為誤觸地雷或者未爆的啞彈之後死亡 柬埔寨首相洪森日前說 當時美軍投下集束彈令到民眾受苦 呼籲烏克蘭不要用集束彈 又說柬埔寨至今仍然沒有辦法 完全處理這些炸彈 美聯社引述人權觀察組織說 美國為首的聯軍在01年出兵阿富汗 估計頭三年一共投下1,500枚集束彈 自08年至今 全球超過100個國家簽署集束彈約公約 承諾不開發、儲存、使用和轉讓集束彈 美國、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是第一國 英國、德國、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國 都反對使用集束彈 英國《貴報》有評論說 俄烏戰士已經進入關鍵時期 由於美方不會無限期援助機庫 美國民眾的耐性亦有限 加上美國明年舉行大選 考慮到共和黨對援助烏克蘭轉趨冷淡 拜登政府為求達成目標 而將相關手段合理化 另外有美國專家認為 就算烏克蘭獲得集束彈 都未必可以徹底改變戰況 內地有專家表示 拜登政府希望在大選前有所作為 一方面急於協助烏克蘭反攻 又可以運走國內即將過期的集束彈 不過就反映美方持雙重標準 各位明天繼續世界觀 觀世界 歡迎收看無線財經快訊 雅關口圍 美國股市個別發展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連跌三個交易日後回穩 標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就反覆上落 悟道指報33935點升200點 標普500指數報4407點升8點 美國尚要消費物價和生產物價數據 將會在今個禮拜稍後公佈 企業業績期也會在今個禮拜稍後展開 投資者入市轉催審神 美股缺乏方向 市場估計 美國尚要消費物價 按年比較升幅 由5月份的4%收窄到3.1% 仍然高過2%目標 開始倒指跌29點 其後轉升 曾經升223點 主要股分對別個別發展 其中通訊服務股有較大股壓 工業股就有賣盤 歐洲三個主要股市上升 其中德國和法國股市連升 第二個交易日 英國股市受到能源股買盤支持 過去五個交易日跌勢結束 由去年11月初以來最低回穩 英國富士100指數升16點 法國CAT指數升31點 德國DES指數升69點 今年上半年 內地第一次公開招股申請數量 比去年同期少三分之一 根據交易所數據 上半年受理的第一次公開招股申請 由去年同期的500多份 減少去到大約330份 由會計師事務所認為 上半年申請數量下降 部分原因是去年內地經濟放緩 企業業務受到衝擊 一些有希望上市的企業 營業收入或者盈利未能達到要求 此外監管機構對保险人 實施嚴格規定和處罰 令到他們保险企業公開招股時 更加謹慎 雖然內地第一次公開招股市場 上半年集資總額亦都縮減 但仍然是全球最大市場 規模遠高過紐約和香港等市場 台灣洪海集團退出 和印度天然資源企業 FIDENTA組成的合營公司 洪海去年和FIDENTA簽署協議 投資195億美元 在印度總理莫迪家鄉 興建半導體生產廠 洪海發聲明說 不再參與這間合營公司的運作 但沒有解釋原因 有消息說 這間合營公司 未能符合獲取印度政府補貼的標準 沒有辦法拿到幾十億美元的資助 令到洪海決定退出 多謝收睇無線財經快訊 再會 各位亞關口衛 敏感度口岸地面沉降 暫停入境內地車通關 敏感度過境巴士服務 無概經鄉原為口岸出境 而內地來港的交通無受影響 有土木工程師估計 地陷系地底渠館破損導致 敏感度口岸深圳一邊 沉降路段被圍封 調避車和滑泥車進行工程 在另一個角度看 事發路段有大片的路面拱起 部分檢查站耕挺懷疑下陷 頂篷彎曲 深圳市政府口岸辦公室說 星期日下午6點 敏感度口岸入境通關 通道地面沉降 存在安全風險 暫停口岸不想通關 本港警方在入境深圳駕禁區之前 設指示牌 這個口岸近日每日平均有2000人次出境 經敏感度出境駕過境巴士 要改經鄉原為口岸 大約45分鐘一班 有市民到上水跨境巴士總站 才知道事故 去深圳文具都拿到巴士 他說那邊有事故 然後過不去 只能坐鑑鐵了 相差的時間會長 長半個小時 每日有大約4000噸內地 鮮活食品經敏感度公港 業界表示 事故對南下的車流影響不大 但是不想的車會用多了時間 大部分駕密感度好車都是越東方便 而鄉原胃也不是一個大的口岸 即是得如其來有些其他車 要用鄉原胃 就必然不會令鄉原胃 比較激烈 有土木工程師估計 今次較大機會是有地底價渠管破損 一些雨水渠 即是一些污水渠 它如果是損壞了 有個洞 就變成日子內地下水 帶來泥土 就走到渠那裡 就沖走了 變成地下會有個空間 有個洞 上面那個路面 上面這些車輛 它承受不了重力的時候 就會倒下去了 就會引致一個路陷的情況出現 工程師說要先維修破損的渠管 之後再修建路面和建築物 預計需時兩至三星期 無線電視機車彭榮熙在深圳報道 政府計劃擴大廣東縣卸住宿計劃 去到大灣區其他城市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 將會公佈細節 亦可以探討為內地安勞長者的家人 安排宿舍 九年前推行的廣東縣卸住宿計劃 比合資格的長者可以選擇到 深圳復康會移空院 或者新手載人紹興烏魯魚養院養老 截至五月底 分別有118人和12人入住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承認人數少 所以希望將計劃擴展 將來我們接下來會出細節 就是私營的院舍 即香港有經營私營院舍 但是它有參與我們的資助服務 其實意思是 我們很多的私營院舍 都有參與我們的買位計劃 他們都可以在將來擴展的計劃下 都可以提供服務 當然他們要在上面有合作的夥伴 有立法會議員關心 長者可能因為和家人分開 而減弱他們去內地安勞的異獄 因為外國有些他們說 譬如照顧照顧中心 旁邊他們都有宿舍 他們家人會過去的時候 探望長者 他們就像度假一樣 兩天一夜星期六天就會住在那裡 我也覺得想一想 我們有甚麼是給家庭有善的政策 令到他們不會像上去 跟家人有聯繫 他們就放心了 我願意去探討 因為它上面實在地方都很大的 是不是可以安排到 我覺得是可以的 希望令到多一些老人家 覺得願意去嘗試這個嘗試 孫玉涵說 明白除了受資助的長者 有些住在私營院舍 領取緊縱援的長者 都想參與計劃 他說政府可以探討 但是牽涉的細節比較多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廉政公署起訴公園建築項目 兩個前公頭涉嫌向工人收賄協助獲評 被告是38歲曠志傑 和35歲陳惠國 是一間港鐵實業公司的前公頭 和被控兩項存謀使代理人 接受利益罪名 陳惠國也都被控另外兩項的雙類罪名 廉政公署說兩個被告 前年4月到7月期間 存謀由兩個工人接受賄款 一共超過3萬1千元 協助他們獲得或繼續獲鋼鐵公司平容 另外兩項控罪說 陳惠國串謀光智傑 由另外兩個工人 接受賄款一共超過3萬2千元 協助他們獲得或繼續平容 兩個被告獲准保釋 星期三在九龍城裁判法院答辯 盛中排位結果今天公佈 九成一學生獲派首3個志願 八成人更加獲派首志願學校 滿意率率比去年低 今個年度一共有五萬零五百幾個學生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比起去年多大約1千人 九成一的學生獲派首3志願學校 大約八成學生獲派首志願學校 比起去年減少3個百分點 亦都是由2021年以來伸低 所有參加中學學位分配的 應屆小六學生 今天需要回到就讀的小學 領取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 並且在星期四或星期五 前往獲派的中學註冊 否則會被視作放棄學位 第三代互聯網web3.0概念 被形容是科技新浪潮 政府、初創企業和多個行業 亦都積極投入相關發展 web3.0是甚麼呢 對傳統行業 例如電影業帶來甚麼轉變 由鍾卓希介紹一下 61歲的電影人周星馳 去年在社交平台開帳戶 第一篇貼文就是招聘人才 首要條件就是要熟悉web3 自從網絡世界普及 web1.0、web2.0的概念相繼確立 1.0就是單向地由網站提供資訊內容 2.0就是社交媒體崛起的年代 著重商行溝通 近期沒有起的3.0 目的是要打破大型科網企業集中的局面 由用戶主導 衍生出元宇宙、區塊鏈和虛擬資產等 web3.0加上喜劇大師 影視發展會有甚麼新舊呢 認識了周星馳十幾年的立法會議員 吳傑莊說 當眾透過加密代幣買賣的 NFT虛擬藝術品 可以為電影界帶來不少新火花 就不會單一獨大平台 就在利益或數據上分享 但是web3.0年代 觀眾可以直接去接觸每一個創作者 我相信會更加有利一些新的創意 一些不同的主題都可以看到 我首先感謝各位朋友 對我這個節目的愛護 有本地電影公司就將多年前的電影 製作成NFT藝術品 這幅最貴在疫情期間 NFT興起的時候 以1800美元 折合大約14000港幣賣出 想不到一套 他們覺得 未去到倉底貨 但是他們看到有他們的價值 令到電影公司看不到 原來其實這件事是有市場的 他願意再出投入修補 提升他的畫面質素 再放到電影院給更加多觀眾 去看那部戲 對電影公司、觀眾 甚至乎本身電影的創作者來說 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不過去年加密貨幣市場波動 不少人投資失利而退場 NFT交易亦都相應逐步萎縮 李豪族公司製作的NFT 價值由高位跌了九成 他認為這些虛擬產品 仍然有宣傳價值 在很早期的階段 可能我們就已經將某一些電影的元素 包括可能是裡面的角色 甚至他開始進行一些設計 然後再將它發行成NFT 大家會有一個期待值在那裡 到一套戲上的時候 大家仍然記得那件事情 他期望透過參與新方網頁說 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輕人 關注本地電影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冊夕報道 在香港每六對夫婦 就有一對又不育的情況 醫生建議正在計劃懷孕的夫婦 最好雙方一起接受檢查 以便制定不同應對方案 BB和他的先生已經結婚十幾年 一直都希望生小朋友 但是試過很多方法做人 都仍然不成功 後來夫婦兩個人接受檢查 才發現她丈夫的生死 有活動力不足的問題 那時情緒挺低落 因為我作為女性 我是沒有問題 但是男性有問題 找伴侶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100%保證 你的伴侶和你是不是真的 到最後可以生小孩 怎樣才算是不育 當夫婦連續在12個月內 沒有採用任何避孕措施 而仍然未能成功懷孕 就可以定義為不育 不育的成因更多而複雜 除了是年齡影響受孕機會之外 當中女性有可能有苦科疾病 例如是卵巢機能不存 內分泌失調 子宮肌瘤 或者排卵異常等等 另外男性方面 又可能是輸精管阻失 精子量不足 或者遺傳疾病因素等等 我們可能會詳細問病歷 例如女方的驚奇準不準 會否有嚴重驚痛問題 或者她本身有沒有其他病 長期覆診、吃藥 做過一些盤腔手術 或者盤腔發炎 女方如果她本身驚奇準不準 我們也可以知道她本身有定期的排輪 視乎她的年紀 我們通常會照過超聲波 看看子宮、卵巢 看看卵巢數目 或者看看會否明顯 輸卵管有積水的問題 而男方主要會做精子測試 看看精子數量、形態和活動能力等 她也沒有一個削減 其實高過多少或者低過多少 一定可以或者不可以自然華孕 所以某程度上 只不過是一個指標 讓我們去斷定下一步的治療 去做些甚麼 當然我們的病歷上 也會去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譬如 賀爾蒙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改善 醫生會視乎精子的情況 選擇合適的輔助生育治療技術 例如是試管嬰兒 保鮮電視記者梁潔營報導 稍後回來由中華律景 又到中華亮影時間了 中醫藥除了治療人類各種疾病 近年也都發展出寵物醫療 內地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 帶動寵物醫療行業迅速發展 在西岸 有人更加會帶患病的寵物 接受針灸、喋救等治療 這些眾壽醫、貴動物診症 同樣都要望文文切 你看他的身體 你們看他的舌色 看他的眼睛 往往就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息 以前古人積累下來的這些針灸穴位 主要是在馬和牛上為主 那麼現在到了狗以後 開始穴位的話 就是沒有固定的穴位 我們只能照搬馬身上的穴位 當然我們也會借盡人的穴位 用在狗和貓身上 有人之前帶著癱瘓的寵物 來到求醫 見到寵物逐漸好轉 感到非常驚喜 當時有做針灸 然後還有愛灸 然後前兩次吧 就有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他已經能走路了 然後到第四次的時候 針灸已經很重常了 就是他走路什麼的 沒有任何的那種 無裂或者是癱瘓的症狀 由寵物主人希望 能夠進一步發展中醫藥應用 為及更多動物 無線電視機就在關可為那裡 物業管理服務與時並進 四川城都有屋苑 說經常不在家裡的住戶 提供貼心服務 究竟是什麼呢 一起看看 有沒有想過出差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家裡的盆栽沒有人打理 怎麼算好呢 四川成都雙流區 有屋苑提供創新服務 解決住換這個難題 就是植物寄養 當住客要離開家一段時間 就可以把盆栽 免費交給屋苑的花王暫時照顧 這個植物寄養區 已經收到五十幾戶居民送來的百幾盆植物 有多肉 蘭花 綠螺等等 形成小花圃 有花王的悉心照顧 令到植物生長得更好 住戶都覺得服務非常貼心 不用擔心盆栽沒有人淋水而枯毀 植物寄養服務越來越受居民歡迎 管理公司說 未來會根據住戶需求改善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馮朗瑩報道 遼寧瀋陽舉辦古琴文化展 有1200年歷史的唐琴成為亮點 吸引古琴愛好者去打卡 一起看看 在瀋陽舉辦的古琴文化展 合共展出全國多間博物館的過百組古琴 以及相關文物 吸引古琴愛好者參觀 中國古琴藝術 列入人類口術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拆展人說 古琴營製寄託古人哲學思想 包括它的琴面是虎形 它的琴底是平的 表明是天然地方 它的琴長是三尺六寸五分 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還有它的琴灰是四三個 是代表了十二個月 加一個潤月的四三個月 古琴以自然的現象 或者人名來明明 比如說自然界線像有落霞市 有交易市 這件我們展出的就是落霞市的琴 比其他的琴好像稍微短一些 稍微窄一些 是一張昆琴 就是專門為女性製作的琴 福星市和列子市 都是以聖人定名的 列子市是中年市的遍體 中年市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孔子製作的琴 也是最多的 純市最多的 全世古琴之中 歷史最悠久的是唐琴 距離現在一千二百年 目前全世的唐琴不夠二十張 這款名為九蕭環配的 唐伏希式古琴 現存只有四張 這次同時剪出兩張 古代很多帝王也喜歡製琴 譬如這款明代列子式露王琴 露王他喜好製琴 把他所製的琴都編長了編號 我們這張琴就是272號琴 這次展覽由遼寧省博物館承 剪期到8月20號 無線電視記者 鳳慶惠報道 另一節中華略影報道完了 謝謝大家